9月11号纽约市一如往常在世贸中心举行911纪念活动 虽然今年正逢美国大选 不过纽约市决定让纪念仪式远离政治 不邀请任何政治人物致辞 让纪念仪式纯粹回归到纽约人对911事件的生命反思 纪念仪式在一年前落成的911纪念馆举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近3000名死难者名单和字池 都由受害者家属宣读 而没有政府官员的致辞 对于从全美不同角落来到仪式现场的许多民众 11年前的惨痛经历依然是历历在目 许多人都说911事件完全改变了 他们的生活道路 在911周年之际 正在修建之中的被称作自由塔的新的世贸中心一号楼 已经有1368英尺高了 是无庸置疑的 十一年之后 人们再说 从废墟之上再次拔地而起的世贸中心大楼 正象征着不屈的美国精神 新唐人记者曾曾 纽约报道 正在世界中的几十年之后 什么是何 !! 龜来于三万年之后